据美媒报道,美国拜登政府计划向台湾出售规模为11亿美元的军备 军售内容包含60枚反舰导弹和100枚空对空导弹 这些导弹可装载于台湾目前拥有的F-16战机上 美国网络媒体Politico 29号报道 拜登政府计划要求国会批准一项约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军售内容包含60枚AGM-84L鱼叉反舰导弹 价值约3.55亿美元 100枚AIM-9远程空对空导弹 价值约8,570万美元 以及价值6.554亿美元的延长监视雷达合同 报道称,160枚导弹可以装载于台湾目前拥有的F-16战机上 目前,该军售案还处于初期阶段 拜登政府提出军购案后需要得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批准 由于美国国会尚处于休会期 因此整个军售进程可能会拖延 熟悉美国对台军售谈判的消息人士称 拜登政府最快会在9月宣布军售案 而总体上看 美国对台军售重点还是维持台湾目前的军事系统和旅行现有订单 而非提供更有可能加剧两岸紧张关系的军事能力 台行政机构最近提出总额为5863亿元新台币的2023年军费预算 较今年增加716亿新台币 增长13.9% 规模创历史记录 除编列预算满足人员维持支出外 重点将续推基建台造 补充弹药存量 提升后备战力 以及发展不对称战力 针对民进党当局的勾连挑衅 国防部发言人谭克菲此前曾表示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撕裂 不惜背弃民族大义 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 这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根源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 如果殖民与斜阳自重 谋独挑衅 不悔改 不收手 我们将继续以行动说话 坚决予以反制